她的直接長官是她的直接是負責人 那是一個女性 然後過來是向張家重通報 當天這兩位她都找到 所以據這位當事人個案講 她直接向基因體中心的環安會負責人 可能是叫所謂生物官之類的 她開頭我不太記得 直接向她通報 但是這件事情我們仍然在查證當中 然後之後等到詹老師回來 她向詹老師跟她的職業主管 兩個人通報之後 詹老師評估認為說這低度風險 她就沒有再往上報 而且據這位個案表示 她由於直接向生物官通報 所以被告説說她應該走這個程序 所以才有所謂的月職通報 她說她應該走這個程序 所以才是這個意思 其中的含義看說當事人口氣怎麼樣就不太清楚 所以當事人先找了生物官 然後之後又找了女性負責人跟山上校 所以她其實兩邊都找了 只是她找到實驗室負責人的時候 她也告知了說我已經告訴生物官了 於是就被責備 是這樣子的流程 是不是用哪一種語氣 對 那就可能說你應該這樣子 再這樣子 或是一個怎樣 這個我們就不清楚 但是就你們的認定 她同時向這兩位通報 就算是有點月職 沒有沒有 就像這種事故 你找不到人當然是要趕快通報 你不能說 我找不到這個支出長官 然後就不報 這個沒有所謂的月職 所以月職您認為她直接向生物官通報是沒有錯的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嗯哼 那所以她受到責備可能也是有點勇往 那是 剛才已經提過說就是責備這部分可能要 對她也 我也不曉得她是不是責備 可能就跟她提醒說 對 就是就是說 她提醒說是跟她說照程序是應該怎麼樣 那那那這樣就算不算是責備 那請問一下這兩個人都找不到人是可以的嗎 那我就不知道 可能她多久找不到人呢等等 這個我就不知道 譬如說可能是當下他們正好離開座位 或怎麼樣 這個我就不知道 好 那請問一下 因為妳跟凱凱提到 謝謝 喔喔喔 因為就是妳 因為房安 房安 沒想到 shocked 她一下